何以这土地泪再流 何以令众人热焚恨 昂羞他密尘那谦先向头 贫自由归于这泪 何以这恐慮灭不走 难以为新年从不退后 何以为再有大迷阵先向头 竟似有光徽向过 运运运廣归香港 還是有一個很令我感動的藝術果 大家好 歡迎收看《路線連線》 這一段採訪 我的嘉賓是一名作家、歌手 他原本來自中國、大陸的 2019年之後 他被香港人的抗爭運動 和香港的音樂所感染和啟發 之後他就去學粵語 然後唱香港人的歌 《換光歸香港》 然後又和香港的抗爭者一起 其實他的歌 我們不少的香港人 聽完之後都很感動、很感動 流眼淚 包括我自己 所以我今天都很想採訪他的故事 因為我們香港人 他的名字就叫做Yinfi 你好 你好 對 我在Facebook看到你的很多唱要關香港的歌 看不到的 伸手現在看不見的 冰封四處只有折抹波 在手著風裡那頂幻光 在萬千 最多彷徨夜 迷茂裡最遠處最賴好 或者和香港的其他的抗爭者一起 來出席香港人的活動 看香港的電影《時代革命》 或者是因為愛所以革命 所以我想問一下你這個心路歷程 是怎樣的轉變過來的 因為你原本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你對香港的這個抗爭了解有多少? 首先想說一下我的廣東話 說得不太好 我現在在學廣東話 所以有一些競爭 因為我和我的香港朋友都是用英文交通的 但是我和他們交流 我的廣東話其實要少少提高 所以我其實是一個作家和一個歌手 好 其實我從來沒有用廣東話 講過自己的經歷 我可以嘗試一下 所以我是2018年從中國來到英國 或者我在皇家音樂學院到電影背臥的設施 然後我2020年畢業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其實有一個思想上的轉變 就是2019年和2020年很多事 很多事 很多事 令到我的思想有一些轉變 因為其實我在中國的時候 首先我不是小粉紅 但是我其實對政治 我其實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成重的話題 所以我都跟我的音樂圈的朋友一樣 完全都不關心 所以我們只是不關心任何事 關心任何事 所以我在中國的時候 我覺得 我完全專注在音樂 所以我完全專注 所以我完全專注 我們不在意什麼事 像歷史、社交問題 我們不在意 像一個音樂人 在中國是很常見的 但是我來到英國之後 這個環境是非常不同的 因為我可以認識不同背景的朋友 可以認識不同背景的朋友 是的 然後有多元的文化 多元的文化 多元的文化 是的 然後我發現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都是很自然地去談論政治 因為這個是很日常的題目 我的歐洲的朋友 英國的同學 他們都談論政治是一個很自然的事 他們對我一個中國人來說 這個是一個震驚 因為我覺得對於我來說 政治是一個慎重的話題 但是後來我覺得 陳重就是沉重的話題 對嗎? 對 但是後來我去了解 2019年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我自己了解新疆的 Wigar people What happened to them? What happened to Tibetans? 很多人 我覺得可以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especially in 2021 and 2022 there were many film screenings in London about Hong Kong protests so that at that time I was like 我已經有關注香港的抗爭運動 然後我就覺得 我想要通過香港的紀錄片去理解 香港究竟為什麼會發生更大的抗爭運動 所以我就去看這些紀錄片去訪問 然後我認識了很多香港的朋友 他們都很friendly 都跟我說香港發生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想我通過這些紀錄片 我更加的理解香港人的想法 嗯 我知道你說的是你認識了香港的朋友 去看香港的紀錄片 然後從香港人的好中了解了香港 為什麼發生了這麼大的一些運動 是不是這樣?差不多 是的 是的 所以很多故事都令我很感動 賀魂詩的 他的演講 他的音樂 都令我覺得 做一個藝人可以如此活動 去參與政治的運動 參與社交動力 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 很新鮮的體驗 因為我在香港運動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 對於改變一個社會 可以怎樣去做 去發生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香港的運動 給我 很多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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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一樣的 他們都與一個一種信心 和大家一種信心 和自由和民主 和民主的信心 和民主的信心 和自由和民主 但是在中國這個環境下 變成一個不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應該是更加大聲的講出來 因為我覺得我的經歷不是太typical 因為我的思想的準備 和我的樓台英國的經歷 其實都有很多coincidence 因為剛好我是在2019、2020特殊的時期在英國 然後我經歷了這些很特殊的事件的發生 所以我改變了我的心 因為這些很刺激的事件 這些很刺激的事件 然後我改變了我的朋友 我改變了我的教育 我改變了我的教育 我的教育社會 我的教育社會 在英國的教育社會 所以我經歷了很多改變 不 only because of what I've known but also the people I contacted, the visa I was able to get and also the fact that I can safely speak about anything here in the UK. I don't want to take it for granted.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寶貴的環境 對我來說 我應該用自己的身份去做些什麼 所以2022年開始 我就跟香港朋友去做一些 campaign 去抗議的延長 我們就看到你和加拿大的Working Chow 是不是? 一起演唱《援光歸香港》 他就演奏 你就在那裡唱 也都看到你有參與一些香港人舉辦的活動 我看到你又拿了一幅畫 申援香港的支聯會的周恆彤 我覺得你是在大陸過去英國 其實這個很短的過程中 但是你的思想就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甚至你之後你用了你的Aso去揭露這個極權 這個轉變是不是真的很大 我的感覺是 我覺得轉變是非常的大 嗯 是啊 其實我都沒有想過我會做這麼大的轉變 其實我都是一步一步去做這些事情 我沒有想過我會做的事情 因為我沒有想過我會做什麼的事情 因為我的classical music industry 是一個很 apolitical的環境 甚至是他們更有依靠北京 比任何其他產品 所以我都很疲憊 一開始我只是想表達我的想法 所以我只寄了在Facebook,我寄了在Instagram 很多音樂師都阻礙了我 他們就不想和我成為朋友 我只是想想為為人們自己自信? 為何這個信息甚至存在? 因為我其實知道 我明白他們很多人不是小粉紅 但是他們覺得這件事不是可以說出來的事情 因為他們已經習慣這件事了 因為他們雖然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他們覺得我是一個英俄人 我可以賣錢從不同的市場 所以為何我講到政治 為何我講到政治 為何我講到政治 就是我的過程 是啊,其實當我轉變為一個activist之後 我其實覺得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我覺得其實這是一種freedom的feeling 你更加喜歡現在變成了這個人的感覺? 是啊,我更喜歡 因為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可以令我很自然地去做這些creation 因為以前我覺得我不是一個表演者 我不是一個performer 我覺得這個很shameful just to perform some imperfect music you know, as a classical musician, I want to be perfect 但是現在我現實到這個音樂其實 這個功能其實是一種connection 我覺得如果音樂不可以有一種connect的功能的話 英語其實只是一種skill you know, I just feel that if it is just a skill it won't have that kind ofconnection with the society and also in the past, I feel like that kind of skills can be used by the totalitarianism because 因為如果英語只是一種skill的話 它很容易被這個極權政府利用 所謂一種propaganda what is happening, what is still happening in China and also around the globe because you know, there are like TikTok like the very super popular video games like Genshin Impact I also have some connections with these companies in the past but I, you know, I declined them after 2019 I feel like it was I feel guilty to contribute to these companies because they are using music using art to propagandise their idea of totalitarianism you know, that was what I experienced I know about these companies and I feel like I want to express to people in the West you can't speak up about the truth with arts, without any fears because that is what people in the music and the arts industry fear because they just feel that art and music is apolitical but that's not true just like you know 什麽 you know you know 更好 所以我覺得得到很多的啟發 然後永廣歸香港 也是一個很令我感動的一首歌 因為這首歌 appears in many documentaries 我看《時代革命》 因為愛所以革命 還有很多紀錄片都有這首歌 然後我覺得這首歌其實 它 represents the spirit of Hong Kongers 就是… 看起來日本人循璧自由自由勝利 和能力, within藍能力 這個這是了… 你真像很難以降 like it's a good way really a good way for me to release my emotion or to express my feelings through music. like with Hong Kong us, you know, because I see so many possibilities, I see so many artful talents from Hong Kong. They were so diverse and also they was so talented in arts in music that and and they are so talented in expressing their uh rational political ideas with arts this is very creative because you know in the past i just i just saw that well politics is so rational is it's it's not uh it's not emotional as arts as as music so i i didn't see the possibility but from hong konger's experience this stories i i saw so many possibilities so that that is why i joined hong konger's community to connect with hong kong artists musicians directors yeah because i i was super inspired by them 嗯嗯那以後呢以後的發展你覺得會怎樣呢 我看到你又很用心去喝粤語 你是否都之後都會繼續跟香港人站在一起去 和他們一起去延續海外的這一場的抗爭呢 我觉得鱼是很幽默的语言 因为我觉得鱼其实是很ancient的一种语言 因为 because before I studied Chinese language at university so I know that Cantonese is the most ancient version of Chinese language 所以现在我觉得鱼也让我有一种很开心的经历 然后我能更加自愿地和我的香港朋友交流 觉得好得越来越多 然后我能更加深入了解香港朋友的想法 和他们的故事 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自我成长的经历 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 I will definitely continue to do this especially considering Hong Kongers they are still experiencing these many oppressed experience there are many political prisoners in Hong Kong and Hong Kongers overseas they still fear about their regimes repercussions they still fear about whether they will be able to go back or they are experiencing the visa issues I know many stories I just feel like I need to continue to stand with them to campaign for Hong Kong's freedoms because it's still not enough for people to know about this especially for Westerners and for British people I think many of them they are still not aware of what happened and what i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and what is happening to Hong Kongers overseas so I think I will definitely continue to do the campaigns to do the advocacy for Hong Kongers 你和香港人接触的过程中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困难? 就是他们对于接纳你 其实因为我一开始跟香港朋友 去认识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就说我是一个已经人士 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是心疼想法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如果一开始就公开的 去讨论这些问题的话 他们是很理解的 所以我觉得跟我的香港朋友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抗拒这些事情 因为一开始我就很公开 跟他们去讨论这些事情 因为这件事其实如果我们不能够去讨论 很多中国人 很多中国人 其实他们觉得被歧视 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mindset 去enggage 去讨论政治 他们没有这个mindset的knowledge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因为族群 不是因为cultural background 不是因为中国或者香港 我觉得这是一个mindset的difference 我看到你又说你是在你最沉落的时候 我看我是不是开到最先 就是你说你是在最低落的时候 是何韻詩那首歌给了你力量 其实何韻詩那首歌呢 就是你也要演唱了 其实你有些什么感觉? 是因为何韻詩这首歌的日后 这首歌其实是他们第一首 他们自己创作歌词的作品 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 他从一个musician 转变成为一个activist 有很多的mixed emotions 所以他们想说的东西 他就写剩下他的歌词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来说 很special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转变的过程 然后我感受到这首歌的力量 和这个confusion 一种不确定的感觉 但是又是有一种力量 一种非常之强大的 strong emotion and strong will 在这首歌里 所以我觉得很感动的 因为我其实很多次 我是practice这首歌的时候 我都会 cry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一种很 对我来说是一种很 很强大的一种 让自己行下去的一种方式 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种情绪的release 都是一种相同理念的人的一种connection I can feel that strong power in the music 未来你想怎样继续走下去呢? 你刚刚说了 你会坚持走下去 你未来又划断了一条什么路呢? 其实我也都看到你对八九六四、天安门 甚至是对中国的异见人士 你都做了一些歌曲 你是不是想开始用一些艺术去表达 去做艺术做一个抗争的形式 用你的艺术去抗争这个极权 推到这个高厂呢? 其实我没有一个计划 因为其实我现在我觉得 作为一个艺术 其实需要很努力去回应社会 去回应社会的问题 所以很多东西我是无法控制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open-minded status 去actively respond to what is happening in our world 所以它不是一个计划的计划 而不是一个计划的计划 或计划的计划 就是我需要一直在开心的 担心 而开心 to the possibilities and also i want to maybe collaborate with with more hong kong artists 和香港的藝術家和音樂人合作 和很多中國年輕的音樂家和藝術家 還有ウィガ、Tibetan Musicians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unite 這件事就是一種很自然的一種response 因為極權政府他們沒有辦法去盡了所有的藝術 因為藝術是很自然的表達 是原來最原始最自然的表達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可以斷斷很多被打壓的權體 特別是香港人 因為現在很多香港人在英國 因為有很多藝術家 所以我一定會更加合作 和香港藝術家 這會是很好的方法繼續 你走這條路 其實你是不是會損失很多呢? 在你上面 到這一刻為止 如果我的答案應該就是肯定了 到這一刻你會不會後悔 你或者你不認識政治 或者你不認識香港人 可能你在你的音樂創造上面 你的前景是無限的光明 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有兩位我的經歷 其實我在過去的經歷 我對我的動作 我對我的信息 我對我的靈魂 有人需要知道 我對我的動作 有關於情緣的事 就是我做到正確 我做到正確 我感覺我對於藝術家 沒有被藝術家 在前面 我以往前覺得 它有很寂心 但現在我感覺 I think that as an artist, I think it's the nature of an artist because all the experience, all the sufferings, all the activism are all my choice and I have to respond to it because t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artist it's not as simple as I do something and I can get some reward it's not as simple as that because artists, it's all about possibilities and it's all about creations so I won't blame people for blocking me, for refusing me because I feel like it's how this world is functioning this is the nature of totalitarianism this is the nature of how CCP influenced the whole world so I think, just because I feel like I'm being hit by this issue I feel like I have this motive to be more active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加入榮譽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14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